春季是孩子长高的季节,多吃牛肉非常有好处,今天做一道适合小朋友吃的香菜牛肉。 牛肉冰冻一下再切薄片,加盐,糖,胡椒粉,生抽,鸡蛋清,淀粉,扎匀腌制半小时。 锅里水烧开,均匀地撒上牛肉,不要动它,粥变色捞出来备用。 牛肉爆香姜末和蒜末,倒入红椒,炒熟后倒牛肉,放点生抽,蚝油和自然粉,翻炒均匀。 最后撒一把香菜,翻炒翻炒,出锅了,好吃又下饭,我家两个宝宝抢着吃。 豆豉蒸鱼腩,鲜香嫩滑又下饭,十秒钟教会你。 姜蒜豆豉加热油激发香味,放生抽,蒸鱼试油,盐,糖,白胡椒粉,搅拌搅拌,淋上洗净的鱼腩,一勺淀粉,抓拌均匀腌制20分钟,摆入盘中,淋上剩下的料汁,水开蒸8分钟,美味就做好了。 剁椒蒸鱼,又叫花开富贵,做法简单,好吃又好看,鱼块放料酒,生抽,蚝油腌制半小时,再调一个剁椒酱,热油激发豆豉酸香味,再加糖,胡椒粉,鸡精,生抽,蚝油,搅拌均匀,金针菇打底,腌好的鱼块整齐地摆入盘中,抹上剁椒酱,水开蒸8分钟,淋一圈蒸鱼试油,热油激发香味,摆上富贵花,美味就做好了。 糯米蒸排骨,又叫六六大顺,过年过节蒸一盘,好吃又好看,洗干净的排骨,放葱姜,盐,糖,胡椒粉,生抽,蚝油抓匀腌制两小时入味,隔夜泡发的糯米,放老抽蚝油,拌匀,裹上排骨,跟一米一起百度蒸笼,水开蒸半小时,出锅撒上葱花红椒,好吃到没朋友。 鸡肉不要直接下锅炒,试试这个蒸盐鸡鸡简单又好吃。 半只适量的老母鸡,先用开水洗个澡,再放半包盐鸡鸡粉,大勺花生油,里里歪歪按摩几遍,腌制20分钟,盘底撒上虫草花和枸杞,摆上腌好的半只鸡,水开蒸30分钟。 这个时候再调个料汁,放姜,蒜,洋葱,热油,生抽,搅拌均匀备用。 蒸好的鸡切块摆盘,抹上调好的料汁就可以开吃了。 婆婆昨天发句子,给我从湖南老家寄了一只养了两年的老母鸡,这么难得的食材,我想这一定要充分发挥它的营养价值。 鸡肉剁成块,如果你也想用我这种方法炖汤,鸡一定要选老母鸡。 咬一年以上,吃起来肉很紧实,皮QQ弹弹的,市场上买的三黄鸡不适合煲汤。 剁好的鸡块清洗干净,沥干水分。 锅内喷少许油,倒入鸡块,放几片姜,开大火翻炒。 把水分炒干,开始冒油,有一点点粘锅了就可以了。 一定要加开水,喜欢喝汤的可以多加一些,放几根挡伸,转入高压锅,上汽后中小火慢炖半个小时。 你也可以用砂锅煲一个小时,再加入红枣,盖盖煮10分钟。 最后撒一把枸杞和一勺盐调味,就可以出锅了。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方式,保留它的原汁原味发挥最大的营养价值。 喜欢的赶紧安排起来吧。 鸡蛋干炒青椒,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反正我家一周吃八次都不腻。 这种鸡蛋干就像吃茶叶蛋,有古鲁香味。 锅里放油下五花肉,冰炒出油脂和香味,再下蒜末和葱花炒香,倒入青椒,加少许盐,生抽,蚝油,翻炒至断生,再倒鸡蛋干,大火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满屋飘香,我一个人都可以吃一盘。 猪肚不要老是炖汤喝了,做个爆炒猪肚保证你家米饭不够吃。 洗干净的猪肚放高压锅,上汽压十分钟,像这样用筷子一戳就烂,猪肚切条备用,热油爆香酱蒜,一勺豆瓣酱爆出红油,下猪肚条,放盐,糖,生抽孜然粉,爆炒上色,再下红椒,芹菜,豆豉干辣椒,继续大火翻炒,出锅撒上大蒜叶,翻炒五六七八下,出锅啦,这样做的爆炒猪肚不好吃,你顺着网线来我家,我给你做。 用勺子汤的芋泥浇糖布丁,你吃过吗? 先把一整个芋头和紫薯上锅蒸熟 五个蛋黄搅入白糖搅拌均匀 牛奶奶油倒进小奶锅里 开小火慢慢煮,煮到边缘起小泡泡 倒的时候要注意边搅拌边倒,这样不容易结块 为了让口感变得更细腻,要剥一边筛 芋头和紫薯蒸好了 去皮将芋头切块 打的时候要加点紫薯,这样打出来颜色才会好看 黄油增加口感,白糖增加甜度,再来一点奶油和牛奶 搅打到细腻顺滑 装进裱花袋里挤到杯底,倒入蛋液 用水浴法来烤,这样蛋液会变得更嫩滑 放入烤箱180度30分钟 像这样表面起虎皮了就可以了 撒上白糖,可以稍微撒厚一点 家里没有喷枪呢,可以像我这样用烧过的勺子慢慢清点 停留的时间不要太久,要不容易焦哦 你听,焦糖脆存就好了 绵柔细腻的芋泥,搭配上嫩滑的布丁 还有焦黄脆脆的焦糖 快,做给你来的人吃吧 作为一个优质的男朋友,怎么能不会做巧克力呢 这个时候的可可果,完全闻不出巧克力味 反而有种香薯的味道 可可果的树叶不够,所以我用荷叶在外面铺了一层 紧紧的包裹住,记得容器要选这种带孔的 放到保温箱里,发酵7天 你看,发酵的过程中会有水流出来 发酵好的可可果,味道可就没有那么好闻了 这一股味道非常的爽爽 加入清水,戳洗干净 如果按照正常的做法,应该把它铺平 放在太阳底下,暴晒一个星期 我们就用更快捷的办法 用厨房纸吸干水分,放入烤箱 90度低温烘烤两个小时 稍微搅拌一下,150度再烤20分钟 烤到像这样子,外壳一捏就碎,露出里面的可可果就可以了 10个可可果真正剥了为一个小时 很容易碎掉,这是正常现象 还有一点要注意,外壳一定要清理干净 要不做成巧克力会有糖渣哦 这里是10个可可果的量,一共250克 你们可以拿起来仔细闻 已经可以闻到巧克力的香气了 张罚面粉保存,下一期我们来做巧克力 每次不知道给孩子吃什么,我就做这道蒸鲈鱼 一条处理好的鲈鱼,像这样背上划两刀,变成这个样子 肚子里面再划两刀,方便摆盘 加少许盐,少许胡椒粉,然后葱段姜片这样搓一搓 给鲈鱼做个全身按摩 摆好的鲈鱼放上姜片葱段,放蒸锅,扣盖,水开蒸8分钟 这时候再切个葱丝,姜丝,有条件切个红椒丝 切好了三丝用水泡一泡 这样是为了把葱丝泡卷保湿,鲈鱼蒸好了 剪出葱姜,盐碗边里一圈蒸鱼饰油,摆上三丝,浇上热油 如鱼这样做,口味清淡,又保全了营养 非常适合孩子吃,赶紧做起来吧 我觉得这样的白菜你一定没吃过 整鸡去头去脚 拆下鸡熊肉备用 把剩余的鸡肉切成小块 倒入冷水下入鸡肉 去除鸡肉里的血水 另起一锅加入葱姜,熬煮两小时 表面的鸡油千万不要捞掉,它会让它越熬越香 鸡熊肉切小块 加入葱姜,料酒,清水,搅打纯泥 浓稠度大概像我这样就好了 鸡肉的精华已经全部煮出来了 把汤锅一遍筛倒入汤锅中 鸡汤再次煮开后倒入鸡笼 鸡肉会缓缓地吸收掉汤汁中的杂质 让汤变得像泉水一样清澈 白菜撕掉最外面的底层 把菜叶的部分修剪一下 修剪成莲花的形状 放入盘子里,淋上点汤汁 蒸上15分钟 平平无奇的名字 开水白菜味道却如此让人惊讶 一整只鸡的精华都在这清汤中 白菜自带的清甜和鸡汤的鲜融合在了一起 这才是真正的享受啊 快,做给鸭肉人吃吧 今天这道菜,喜欢蒜香的,千万不要放火 整颗大蒜切掉头部 放上一小块黄油用锡纸包起来 200度烤在30分钟 虾仁多成虾泥备用 打开锡纸的一瞬间,大蒜是真的像 隔着锡纸把大蒜挤出来 趁热放入芝士片和黄油搅拌均匀 倒入大半瓶的沙拉酱继续搅拌 最后来点欧芹碎,颜色会更好看 切好的虾滑装入表花袋 用蒜香酱填补住法关所有的空隙 挤上虾滑 再来一层蒜香酱 第二层一定要抹得厚一点 烤下180度25分钟 像最近这种闷热的天气 一杯化煤凝香红茶是绝对不能少的 5分钟就能搞定 倒入红茶,水磕一下 来上一大口,口心凉 蒜香芝士,虾滑法关也烤好啦 表面那层烤的微焦的蒜香酱 完全激发出了香气 中间还有截然不同口感的Q弹消滑 以及烤的酥脆的法棍 快,就给大家一等人吃吧